太好了有用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细胞会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谈 现在因为有叶绿体了嘛 那它可不可以处理这些自由基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过氧化体可以抓住自由基这件事情 最好的状态之下是当你把 你移动你的立线体跟叶绿体 好彼此把它两个 away from each other 就是把它们两个分开 所以我们来吸收十个自由基 用我们的过氧化体做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它分开 那我们把它让它移动 好然后让它分开一点 看一下我们要移去哪里呢 我们只有一个perioxysome 这我们再做一下好是我们的内脂网在负责做perioxysome的 让它再多做一些 让它再多做一些 做两个 三个我们有两个叶绿体嘛 应该有四个过氧化体再加它 五个可能好一点 哎呀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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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绿色的 绿色的 绿色的就是 剩下一个自由基 哦 ok了 好 那现在看起来绿色的 那现在看起来绿色是可以处理这些自由基 咯 那这里有一个新的功能 我们的内脂网可以自动的去做出一个新的过氧化体 那什么时候呢 当一个旧的 好不能再用的时候 因为氧其实一直知道自由基 过氧化体也是会坏掉的 好所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用这个自动建立 自动制造过氧化体来维持我们现在的过氧化体的数目 但是呢 一开始我们还是必须要先把它做出来才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的功能 呃 应该是点内脂网吧 好 点内脂网 看有没有这个新的功能 哦有这个功能在这里 我们点下去 不理我 点下去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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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